举起巴掌就向她打过去了 她娘说得对 对于女人不听话 只要动手打一顿就好 打服帖了就听话了 自然就知道在家里是老爷们当家 可是 乔友德的巴掌还没有打到乔景文脸上 沈渊一把抓住她的手 反手一扭 笔直到大长腿直接踹上去了 沈渊本就是打猎出身 又在战场上 骁勇善战了这么多年 那一脚的力道 可不是瘦得鸡仔一样的乔友德 能承受得住的 乔景文很清楚 听到乔友德摔在地上 大板崖与地面有了亲密接触 这要放在水泥地面上 乔友德一定破相 不过就她现在的长相 破相也就约等于是整容了 简直要杀人了 小舅子冒得大鱼过来 让姐姐回去看看生病的老母亲 就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曾是上身的乔友德 捂着壮肿的嘴 还有被踹的部位 豪哭着 就这样 还是快要晚上没人过来 否则这丑样子 不出半个时辰 就会被传出去了 乔友德如今站立 躺在地上撒泼打滚 被火炉熏烤过的地面 早已有了浮土 一百多斤的乔友德 左右翻滚 很快房间的空气 就开始浑浊起来 嗓子敏感的乔景文 赶紧捂着口鼻 嫌恶地看着不成样子的乔友德 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遇到曾氏还有乔友德 这两个极品的家人